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小巷里头还是航迈的占地六百坪 这些私人的招待所最大的共通点就是门禁森严 像是深陷立霸案的王令一 当年他爱去的那家招待所到处都有着监视器 倒包箱至少还经过两道门的把关 因为来的都是大人物 保护隐私成了招待所最重要的任务 但即便是如此的严谨 一张张政商名流进出招待所的画面 不论是前总统府参议郭文斌 立委高志鹏 余政道等绿营的重要人士 被杂志拍摄到深夜含雨穿着时髦的辣妹 出入位在台北市的私人招待所里 还是远东集团总裁徐旭东与资深艺人张立敏 手勾着手去招待所赴宴会 或者是前教育部长杜正盛的儿子杜明依 在服役的期间被拍到深夜到有辣妹陪酒的私人招待所里狂欢 每一张照片都是发生在所谓的私人招待所里头 而这个隐秘的空间 总让人不禁联想到情色的方面 尤其有些私人招待所就算有钱也进不去 更增加了他们的神秘感 但不论如何政商名流出入这些私人招待所里头 不但求隐私安全 更是展现他们人脉最佳场所 有机会去王文阳的招待所的只有陈高超先生 我想这一次还有包括日本的议员 因为王文阳前阵子跟老李敦会到日本去拜访几个日本的政要 那这一次日本议员来的时候 当然是王文阳来做招待 那大概前几天还有一票人是智库 美国智库就是传统基金会 那也到王文阳那个地方去 那王文阳现在是住在信仪计划区一栋叫做义志院的号宅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为最近都去拍摄他住一楼 可是他的感觉一楼是蛮素雅的 我直接进去就是一个大的电视机 那旁边其实很单纯 但这一次里面刚刚VCR里面的片子是他四楼 那他四楼进去是很特殊的 他有两个电梯 因为基本上有一些是庸人梯或是比较货梯 那我们记者当然 当然走货梯 当然走货梯 然后货梯里面 在容量里面 因为货梯比较小 在容量 所以有些记者 看着用人梯 对 然后有些记者想说我们是不是非用 然后在那个货梯大概容纳不到八个人 在九个人进去就督 结果也督了几次 所以还有人退出来 最后再进去 好不容易进去到四楼里面 当然他这个 我们进去之后他有保持 所以他那个不是大楼的电梯 是自己室内的电梯 是不是 对 就是 但是他们自己还有一个 是属于真正主人的电梯生意 那包括这一次的日本议员跟传统基金会 大部分都是在就是中间 为什么他甚至会开放给你们去参观 我在想是说 主要是说大家也 王云洋这是 因为他基本上 他美国的公安公司已经跟他讲说 就诉讼官司的 整个遗产的问题 叫王云洋不要多说话 所以基本上这一次 他只能带我们去上面是说 告诉说这些日本议员来我们的友善度 然后也第一次让大家 去派他的招待所 那事实上我们一些记者去 都不晓得那个叫招待所 而只是说 那个就是宴请日本议员 或是说美国这些基金 所以因为是他们家里有一层 比较是属于可以公开 跟别人社交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跟招待所不太 跟传统的招待所不太一样 因为在网路上 这个地方叫做吕安妮的新家 就说其实大家都已经拍过 在网路上很多人都拍过 因为他的前手是一位张董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我想王云洋一开始 不是要当招待所 而是我觉得他的用意应该是说 让大家跟这些日本的 这些参议员能够见面 对 所以这个招待所跟一般的 我们所谓的认知的招待所不一样 所以问一下罗美妹 好像比较豪华 这个王云洋这个 其实这就是有钱人嘛 我们很喜欢偷窥人家 怎么样有钱人花钱 对不对 其实人家怎么花钱 干我们屁事 但是我们就是很好奇 那为什么有招待所呢 就譬如说我今天有 重要的客户来 重要的人士来 我请客在餐厅吃饭 是一个急速 我如果请客在饭店里面的 总统套房吃饭 那是另外一个急速 然后呢 我请你到我家来吃饭 那个感觉更是不同 但是问题是 我也是很重要的人士 我有招待这么多重要的人 那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来我家的 对 所以呢 我就我家 我还有一个招待所 那个就是比家里差一个层次的 但是是非常就是 等于是来我家一模一样的道理 就是表示我款待你的热情到什么程度 然后又去餐厅跟人家挤啊 然后又被拍啊什么的 对不对 对 而且在餐厅 比较有隐秘性 也不是说要这样有隐秘性 因为我喜欢我有个人的风格 我可能在里面有放什么东西 我希望能够然后来impress你 来了我家以后 来了我这个地方以后 觉得我是有品味 对 也秀一下我的品味 对 秀一下我的品味的 所以通常都是找外汇吗 基本上都是找外汇 那如果比较好一点的话 会找一个阿姨在里面顾着 然后呢 因为你一定要顾着要打扫啊 大家吃完喝完了 撒奶油 撒紫花 开香槟 喷香槟完了以后 总是要有人整理的嘛 为什么要撒奶油 这只是我讲的 我只是讲了一个形容词而已 对 有那么敏感 对 撒奶油 就是不是 因为我们 我们撒沙屏肉 那美姐想说 那有没有穿衣 因为通常我朋友来家里 来我家开派对的话 我们家很大 他们就说 哇 进去罗美家 我们要开什么呢 我们要开香槟 开可乐 然后呢 撒奶油 撒紫花 因为这个完了以后 主人很难清理 你会想杀了他们这样子 所以又请个阿姨在那边 平常要有人管理的 对 要有人管理 对 那小派派呢 以前黄先生也有招待什么吗 他有人 那是他自己的住家 那他自己住三楼 四楼的话 常常就是宴请人家来吃饭 因为他喜欢热闹 那很多人都去过他家嘛 也接受过他的招待 对 我以前去看 我们以为每一样都是真的古董 后来一爆出来 为什么啊 都是假的啊 是好像复制的啦 复制的 他也有对外说了 然后他那个桌子 因为我们是做管家的嘛 我很清楚 他那桌面平常的话 就是摆十二个人的位置 但是那桌面可以换 譬如他今天要坐二十个人的话 我们就有那种圆桌 然后对半写来的 把它摊下来 对 然后就像人家板都弄 马上大桌面出来了 然后再加几张椅子 今天就可以变成二十个人 那如果今天是他要过生日的话 请个五六十个亲朋好友来 就变成总共有三桌 那三桌每一个桌子都可以坐个十五倍 大到可以摆三桌啊 他们家室字很大 他家那时候五百多瓶啊 对 然后因为比较没有钱了 就抵押给别人 好像转卖给别人 去他们家我最喜欢就是 就是以前啊 我年纪很小的时候 喜欢跟在屁股后面 过年的时候 他们就会推马扎 你知道平常打麻将要吃红太慢了 推马扎那个吃红就比较快 我们就东站站的西站的 转一些 哇 一把都没有赌好多钱回家了 但那是比较早期 后来我去那边做事以后 他们都玩比较小了 所以我的吃红都变得比较少 只要看到他们长辈来啊 我就马上哇 姐姐你好漂亮啊 哇 你今天穿的衣服都是名牌 而且你怎么都这么年轻 每年都不会老啊 恭喜发财 他就会给我一千块 然后每个过年的话 都可以存个十几万 有时候嘴巴再甜一点的话 我就可以存个三十万 一个过年啊 对 几天 初一到十五啊 初一到十五之间